顶楼加改几乎成了历史工业 这个问题的解决看起来是遥遥无奇 不过在政府推动绿能的主轴之下 顶楼围建现在有了翻身的机会 好 屋主就可以像这样 在屋顶上顶家的铁皮上重电 增设太阳能板 不合法的围建摇身一变 变成了绿能屋顶 听起来是不是很炫 同时还可以卖电给台电 号称一年投报率就有8%到12%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 像这样围建的顶家 就可以合法化吗 从高空俯瞰 台湾的地景被顶楼加盖 切成708岁 如今铺上太阳能板 就能假装看不见吗 真的是缺电缺怕了 政府鼓励全民种电 不只是农田 皮堂 甚至是自家顶楼围建 也能装设太阳能板 可能说因为上面有屋顶 都直接合法 我直接这样讲 如果不合法的被拆掉的话 它上面的太阳能板还是在吗 想要一渐离构 让顶楼加盖消失在市线 目前政府拟定 有四项围建 可以合法申请顶家重电 其中两种属于结构分离 也就是在围建上架设支撑架 等于在围建上面改个盖子 让太阳能板与围建结构分离 如果有围建的话 它就会架在这个围建上头的 另外一个外壳 另外一层 这种方式来跟围建的实体 做一个区隔 第三种改造方案 则是太阳能板和围建共构 也就是太阳能光电设备的支架 与围建相同 拆除围建时 立柱可以保留 作为光电设备的支架 而第四种改造方案 则不是属于建筑行为 太阳能板没有支架 直接铺设在围建上方 未来要拆围建 太阳能板恐怕也要跟着拆掉 难道这是要默许围建合法化吗 中央现在正在推动 刚才讲的四种类型的一个围建 可以去搭建太阳光电设施 所以这一点要确认说 而且中央的版本是 围建是跟太阳光电脱钩 并不是因为你做了太阳光电以后 你的围建就合法化 太阳能板除了发展绿能外 更像一块遮收布 可以遮掉丑丑的顶楼加盖 高雄师傅早在105年 就率先实施建筑物设置 太阳光电办法 让铁皮围建变身光电屋顶 爬上透天错二楼 这是陈先生今年二月 才申请完成的太阳能设备 铁皮是原本就已经架起来的 对... 这个部分是我们之前就是 因为屋顶怕漏水 所以我们整排都有 就是月一月要加盖这个 那个铁皮屋 陈先生购屋后 就在顶楼架设铁皮围建 如今参与高雄市府的 绿光屋顶计划 就像拿了一道免死金牌 从此不再遮遮掩掩 怕人兼拒 在讨论的过程里面 当然是说我们楼上这一个铁皮 不是合法的状态 可以藉由这一个措施 就是既然我可以得到一些投资的获利 然后又可以让我的楼上的建筑和房 对 一并考虑进去 丁家重店不但不用拆违建 还能赚钱 以陈先生为例 装设约15坪的太阳能设备 大概6K瓦花费40万 但原本有铁皮违建 还需要申请杂项执照8万元 总成本将近50万 不过冬天发电一个月卖给台电 大约6 7千块 到了夏季每个月更可以卖到 9千到1万 算一算7年左右就可以回收 还能拿政府补助 没有 我们这次有点是额外的僵 对 额外 因为它主要的收入是来自 台电的总共汇率 我们是鼓励说民众 如果在第一次装设 住家是局限住家 等于说1K瓦 目前免责是6千 如果有达上指导 就8千块这样 那比如说你现在是6K瓦 对 那8千就48万了 但吊诡的是 陈先生的邻居没有顶尾加盖 申请加装太阳能光电 拿到的补助款只有6千 反而比有违建的8千块 还要低 难道是鼓励民众加盖违建吗 中央给民众的诱因是这一种 他没有屋顶盖的话 就是都不用拖建物丝那一块 所以等于说他的8到10万 那个就是免了 政府积极推动绿能屋顶 撒银蛋 补助违建户 转型装设太阳能光电 号称平均年收益约8%到12% 但不是每一户都能装太阳能板 稳赚不赔 没有5楼 我们太阳能在最上面6楼 我们就是这里跟这里 这户幼稚园装设两层太阳能板 花费了将近百万元 但发电效率却不如预期 就是它会可以给我们的 所以大概预花大概10年 10年才有办法回收 我们当初的瓦数跟后来 就是说我们做好的一个瓦数 好像就是说有一些落差 它会遮蔽 阳光不完全可以照进来 因为隔壁有大楼或干嘛的 我们有想过说要把它生起来 可是好像有问题 生起来要考虑另外一个风险 因为我们现在有台风 对 那你越高它的风压越低 过来地走了 但明假被扭曲的钢甲跟板子包住 这些太阳能板 全是从隔壁学校飞过来 一砸就撞上房屋的外墙 台风是台湾的夏季强客 顶楼加盖 再加太阳能板安全吗 你一定是要拿到结构技师 或是建筑师的一个结构安全证明 甚至如果你高度超过一定的高度 他要申请杂像执照的 目前高雄市的政策是 四方要透空 安全性找专家背书 而合法性依旧处在灰色地带 虽然顶家增建太阳能的大前提 必须结构安全无虞 不过一旦顶楼加盖 覆盖太阳能板 未来若要全面拆除违建 恐怕增添许多难度 太阳能板底下 看不到的都市浓窗 依旧很难跟置